2月12号 电影《新游记女儿国》 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导演郑宝瑞 携主演郭富城 罗仲谦 梁永奇 潘宾龙 陈亚丽 孙一涵 齐齐亮相 活动性场 为新电影宣传造势 此次郭富城在其中饰演 手握兵器耳听八方的孙悟空 谈及这个角色 郭富城也是直言要求很高呢 老实说 谁不想当孙悟空 这道是 对不对 一个演员 我相信一个演员 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 变成一个孙悟空 你知道吗 因为孙悟空的要求很高 首先你又能演 哪怕你不会演 你还是会打 如果你不能演 你还是需要打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两个 是非常好的挑战 需要我演 我觉得 以前大家看到 《六十零通前辈》 他做得非常好 非常棒 如果再演我一个电影版的 我怎么办 也不能去跟 《六十零通前辈》 我反弹不可能 所以你必须要找出另外一个方向 去属于郭富城的 所以我就跟导演说 你放心 你尽量给我用我的眼神 去我的眼神 去表达他的内心世界 去代表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 在拍摄期间 郭富城为这个角色 也是吃了不少苦 因为过敏 每次化妆都得忍受 皮肤起水泡的痛苦 不过阳光总在风雨后 吃了很多苦的郭富城 也是将孙悟空这个角色 研究得很透彻的 我觉得无空是一个很单纯的 其实基本上很单纯 拍完那个戏 大家都觉得 郭富城啊 你演的老孙 与别不同 也有你的风格 也做得不错 然后给我很多 产生真跟鼓励 所以在这里要谢谢 所有喜欢郭富城 演孙悟的朋友 谢谢 真正是这个原因呢 所以有这个声音给我 有鼓励 既然就有动力了 所以哪怕再辛苦再苦 我都参与什么 但对于梁勇琪来说 饰演一脸高冷 眼神霸气 誓死守卫 女儿国国土的国事一决 还是有些些难度呢 我觉得不单是造型戏 我觉得整个戏的 我怎么诠释这个角色 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从来没有演过 这么威武 这么严肃的角色 我喜欢这样 因为反正 电影就是要给大家可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我没有给自己任何的抱负 我觉得角色有挑战性 我就很愿意去接手